大家好 我是Rex 今天一口氣看完假面騎士Gids 3到10話殭屍生存篇吧 第三號開始 我們的3號 今天錦和隊的手機錄影充當前衛Biota 差點被以外洩比賽資訊而被退賽 錦和告訴芝姆莉這是錄給自己聽的 所以沒有違反規則 並詢問了平先生也就是退場的企鵝騎士現在在哪裡 芝姆莉回答不知道 這你得問邪魔圖 同樣的夜晚不受獻的字節廣告 看來讓自己變成世界知名的迷信 其實別有目的 是為了找到一個人 讓英壽的謎團布簡反徵 隔天我們的好奇寶寶錦和 在調查後發現 平先生被列為失蹤 光是也無故曠擲 另一方面 迷音雖然擁有一千萬粉絲 卻依然被母親制止去做直播 認為自己的女兒是作為世上最幸福的人出生的 所以不應該被其他來路不明的人用各式眼光看待 這裡插入一灰的名台詞 這不是直配是愛啊 哎呀 懂得都懂啊 不過我們迷音依然有著叛逆的心理 再度開啟直播 還跟我們的超級大明星 英壽來了一波夢幻聯動 英壽問迷音 這是在做什麼? 女主回答 做直播啊 目的是為了遇到自己命中注尽的那個人 這句話 直接讓男主角隱藏不住臉上的表情 可能是兩人都有類似的想法吧 前途過後 由於第二輪比賽要開啟了 英壽跟迷音只好邊躲避粉絲跟保鏢 進入了轉角變身 逃避重營的視線 成功進入比賽 比賽的規則是殭屍生存 傷害隊友會扣分 任務是要守住進攻的三波視潮 如果失守了 城市就會融入大批殭屍 市民被感染後也會成為殭屍 世界就會打亂 那我們的火爆玩家上線就會尬廣的牛哥 看到英壽只拿到一些初期裝備 就過去跟他講一些垃圾話 英壽就反過來刺激牛哥 如果自己用垃圾裝 這輪分數還比你高的話 你就把你的代扣給我 牛哥聽到後覺得沒有什麼好猶豫的 答應了英壽的賭約 自己的條件是 英壽如果輸了 全部的代扣都得給自己 我總覺得 牛哥 你是在刺激男主的勝負域 難不成是表面勁敵 使得是互相激勵的好對手嗎 總之比賽開始囉 每一輪都在割草打雜兵的牛哥 這輪也依然開心的去割草啦 只不過有點油盲的用腳啟動練具 牛哥是甘地型玩家 簡直肯定到不行了 躲在一旁的景盒沒有戰鬥 而是趁機解救了困入其中的三位一般民眾 結果歐氣爆棚完成隱藏任務 又給他得到了BOOST代控 原來是個歐皇玩家 一邊迷茵陷入了烈士 怎麼打都打不贏殭屍 請求熊貓協助 熊貓也都不理 所以千俊一髮之際 英雄救美的是英獸 幫忙用盾牌防禦後 再用迷茵的錘子打擊殭屍頭部造成擊殺 交到女主又打殭屍頭 感覺有點CP感啊 會不會是第一隊騎士情侶黨呢? 還是致敬別棚的左柱跟右 這是最後一次的嗎? 好啊這季騎士女主最終成為掛逼替男主復仇 致力要找到大賽的幕後真相 總之身為高玩的男主 即使用著爛裝也是來詐欲的 先用水管插進去門中 再開大招讓裡面充滿水 等到水量夠的時候 打開門一口氣放出來 完成大量的殭屍擊殺 這樣操作下來得到的高分 讓我們牛哥看傻眼啦 自己的代扣被順走後都沒發現 眼睜睜的看著英獸在自己面前撞逼 英獸告訴牛哥 想要拿回來就也要水槍超越我吧 好傢伙 英獸殺人還要誅心 還是你也是故意刺激牛哥的勝負欲 反正現在大家就在大廳閒聊 我們的第四種類型玩家 迷英 身為最後一名的他還不想被淘汰 也決定開啟真本事啦 他說他想要課金抽卡 哎呀有錢人的思維啊 就算你再有錢人是個非洲人 還不是照樣得爬呢 吉若裡告訴迷英 這裡只能買造型 皮膚啊 懂不懂 買Skin 代扣得自己拿啊 聽到迷英一嘴資本主義啊 高中生熊貓就不爽啦 想要嘴臭迷英 不過迷英倒是不受影響啊 告訴大家 有些事用錢也買不到 自己的願望是實現 找到真命天子的世界 為了自己的戀愛賭上的性命 他相信自己的白馬王子會帶他 從家中逃突去 英獸問迷英 真的只是想要戀愛而已嗎 結果迷英又回覆了 這是秘密 看來女主的願望也不是單純的戀愛而已 真命天子代表的應該還有其他含義 錦和鼓勵迷英 一定可以的 但反被糾正 你以為只靠這星期就能夠做到嗎 英獸補充 所以才要賭上性命 為了實現理想世界 另一方面 牛哥跟熊貓似乎達成了某種嫌疑 以代寇借給牛哥為條件 需要幫助熊貓做一件事 也很剛好的 大家都講不壞了 進入第二輪思潮 這輪啊 非常反常啦 熊貓主動幫助迷英 說自己是迷英的粉絲 迷英就很天真的相信熊貓是傲嬌 跟著熊貓去其他地方 牛哥看到因素還在看別人 沒有變身就故意湊人家 在幹嘛啊 贏了結果實現這種輕服的世界 欸 牛哥 無妻道長 你其實是個好人吧 擔心男主受傷才故意到自嘴鬥福心 無妻道長 其實說 我婆道長吧 哇 另一方面 明英被熊貓背叛 被攻擊後跌落至陷阱 要被殭屍感染的時候 是Gids殭屍形態出現了 首次練句 大砍特砍 用音色的話 說就是不要錯過了 接下來的表演可說是起手了 甚至連走位都是特有逼格的 熊貓的槍一發都沒傷到Gids 崩燒走位 直接變換形態 用下半身的踢力強化 把殭屍踢向熊貓 但這其實是仗野法 司機的目的是為了隱藏身次 給熊貓一個好看 把熊貓拉下去後開啟必殺技 特效超帥 一群墓碑圍著熊貓 上面寫著甚至是熊貓的名字 司佐 這該不是暗示接下來要死的就是你的吧 總之熊貓卻這樣被殷手給踢倒了 牛哥還特別解除變身軍會殷手 我不知道傷害玩家會不會扣分嗎 牛哥真的太溫柔了 我哭死 但殷手持續裝閉的說 我看是未必 拿出手機證明自己沒有被扣分 原來是熊貓被感染啦 現在被撕了殭屍而不是隊友 熊貓仗著自己先前被感染 不會被殭屍攻擊 所以想要拉米英下去陪自己 自己熱愛籃球卻因為車禍再也打不了了 後來就扭曲黑化 所以熊貓的願望是讓世界毀滅 米英不解的覺得 實現能夠開心打籃球的世界不就好了 總之現在第二輪結束了 回到休息廳的大家喝著飲料 但是米英卻倒下了 因為他也被感染了 這讓熊貓很開心 並跟著牛哥走了出去 灰心的米英說 難道自己就要再次退場了嗎 而男主一反常態 非常誠懇地告訴女主 不!遊戲還沒有結束 哎呀 這CP感真的塑造起來啦 對比先前禮拜四的易輝跟阿基耶拉 火吐了 不久後 錦和依然在露營 走出歡迎間的他躲在一旁 聽到米英打電話給自己的母親 這個恐龍家長 依然試圖控制自己的女兒 因為他找不到女兒的GPS定位 叫他趕快回家 絲毫聽不出 米英說話以不如之前來的有精神 倒下的米英被錦和搗扶 米英問錦和 這樣做好嗎?我都被感染了 錦和回答 現在不是擔心別人的時候吧 果然是個大善人 此時小金屋突然出現說要找米英 另一方面 牛哥把熊貓綁了起來的同時 小金屋也出現了 不過 錦和的勸阻他粗魯的把米英摔在地上 原來牛哥的目的是要把感染的人殺掉 不錯耶 竟然能在這裡看到如此人性自私的劇情 就在我以為英獸要阻止牛哥的時候 是錦和變身試圖阻止牛哥 很可惜終於變異了錦和沒有機會展露拳腳 因為姿母力告訴兩人玩家之間互鬥兩人扣分 牛哥氣的問 我殺殭屍兒有錯嗎? 熊貓說沒錯殺殭屍是規則 一臉就很想要跟米英共同毀滅 看看米英這臉了嗎?多窘啊 英獸也很囂張的對熊貓說 我一直沒幹掉你 是因為你還沒有完全變成殭屍 我還拿不到分數 聽到這些話牛哥表示 我只是開玩笑而已就離開了 但實則一定是沒分可拿 那就等到有分的時候再殺吧 米英對錦和還有男主說 沒想到等自己要死的時候才終於想回家了 錦和問為什麼大家要接二連戰的發生這些事情 牛哥說 那是因為有不惜如此也想要實現的願望 英獸則是說多虧了參賽者 人們才能被保護 不管發生什麼慘劇都能重塑世界 我們只能背負這些犧牲者的份繼續前進 這話聽起來好像英獸以前也有這樣子 總之在極落裡的提醒下 知道還有時間能夠先回家的米英 就決定回家了 他一回到現實的時候 就發現自己的頻道影片的全部都被刪除 保鏢甚至已經找到了自己 明明自己沒有開直播 這才發現自己被裝了大量的GPS 回去要找母親理論卻被一巴掌打趴在地 好啊虎媽要是當騎士可不得了啊 在虎媽的解釋下才知道 原來會這樣過度保護米英 都是因為以前米英有被綁架過 這都是安瑪嘉的名聲與財富導致的 但米英不想要這樣的控制 打算離開的時候 虎媽抱了過去 說會給米英任何想要的東西 但是米英亦然離開了 他說這裡已經沒有我要的東西了 覺得米英又要倒下的時候 是景和出現再次輔助的女主 當我以為景和開始用力A上去了 之後的劇情會陷入三角關係時 女主問你怎麼會在這裡 景和沒有回答 而旁邊剛好站著英獸 原來是英獸帶景和過來的 果然比起傻憨憨暖男啦 還是有實力的酷哥跟受女生歡迎 景和不僅帶水 還有體貼的詢問身體狀況 這都比不過英獸的傲嬌式回答 我只不過是想要等你變成殭屍後 賺取你的分數而已 米英表示現在自己感覺到非常自由 慾望大獎賽真是太棒了 自己會幫你們兩個加油的 景和非常激動的說 你說幫我們加油 但是現在比賽還沒有結束呢 再次被迷影反駁 事實上有很多事 景平漂亮的話 景平心情也做不到的 讓景和再次說不出話來 而英獸則是在後面默默的看著一切 轉眼就到了隔天早上的最後一波失潮 牛哥說裡面搞不好就有迷影在裡面 英獸說就算如此 要做的事情還是不會變 隨即就來了超帥的跳樓高空落下變身 直接造成高空墜地傷害 牛哥也變成了麥格隆形態 滿臉愉快的像應售炫耀 不過牛哥直接把槍管拉長 當作近戰武器打 牛哥你真的是萬物皆近戰之吧 同時小金霧也為之前行為付出的代價 被逃出來的熊貓咬到了 原來先前跟牛哥講好的交易 就是要把熊貓放出來 結果給牛哥自己的代扣 我還以為牛哥會殺人越獲 結果意外的很有誠信 此時明依也參賽了 來了一個翻身高空變身 再繼續瘋狂打殭屍 讓熊貓和疑惑都變成殭屍了 幹嘛還這樣努力呢 原來先前 在景和說不出話的時候 英獸沒有沉默 他在這個機架時機A了上去 告訴明依 邪魔圖造成了異常狀態 只要遊戲重置就會跟著消失 所以只要在變成殭屍前完成任務 你就能繼續活下去 但是明依沒有馬上回復贏手 而景和為了讓姊姊不要傷心 可以繼續看明依的直播 把Boost Tackle給了明依 OK 景和這句話聽起來就像是捷貢一樣 感覺女生聽到這種話是不會高興 但明依似乎有被A到啦 他回答說 不是你會傷心啦 景和終於有接到球的回答說 當然我也會傷心的 明依回想起了 自己真正的願望是想要得到真正的愛 所以先前才說在家裡一定沒有想要的東西了 媽媽的愛是扭緒的 現在重新燃起了戰鬥希望的明依 決定要繼續為了願望而戰 雖然我覺得 女主之後中間應該會便當 然後對 音壽和景和說自己已經實現願望之類的話 如果猜中啦 這波我就是在大氣城 以後就是YouTube界中的特色預言大佬 之後明依就變成了假面騎士Nago 有戰鎚推進型態 如Wizard的翻轉騎士梯 明依本身是有在跳舞 Nago的戰鬥風格也展現出了 筋橫軟的高抬腿在往下的重踢級 因為由Boost代購加成 現在揮動鎚子都能輕鬆解決殭屍 但明依再次因為殭屍化的影響 身體出現了副作用 就在熊貓準備要將明依給解決掉的時候 景和出現了 他對熊貓說 任何人都沒有資格 奪走他人幸福的權利 見到景和如此為了自己 明依也不想要放棄 音壽看到了有了覺悟的明依也決定幫他一把 開了大招把所有的殭屍都控制住 明依再次想起了音壽說過的話 決定要賭上這個渺小的機會 明依將裝甲翻轉後 錘子變成超級大的姿態燃燒著火焰 並變形成了火箭推進槌 一口氣揮出了威力強大的爆炸上擊 成功解決掉所有的殭屍 明依也脫離了感染狀態 這讓景和很高興 小金木則是更高興 自己這樣也不會變成殭屍了 哇 這人的臭味已經飄出來了 感覺便當快熱好了 牛哥對音壽說 只要放著不管就會自滅的 音壽沒有回答正準備離開的時候 明依對景和和音壽表示感謝 景和也很高興是一個好的結局 但此時牛哥再次破壞氣氛 告訴大家 分數最低的人會被淘汰 而分數顯示後 最低的人是熊貓 明依小音1800分 一手告訴他 你如果沒有選擇妨礙他的人 而是乖乖完成任務 就不會被淘汰了 只要沒有放棄 就會有希望了 熊貓依然時機不改的說 啊啊 反正最後 依然只會留下一個人 哼哼 真是期待 下一個誰會被淘汰了 就疑似被消滅了,只留下驅動器 芷姆莉留下一句令人疑惑的話 說她已經失去了做回假面騎士的資格 乾樣子是說下一週末比賽熊貓也沒機會參賽了死吧 這次的比賽就這樣結束了 迷茵也決定返回家裡與虎媽對峙 虎媽又要賞迷茵一巴掌時,迷茵接住了 喔對了,保鏢還不敢看,選擇轉頭,有點好笑 聽到迷茵接住的攻擊還反向回去,自己不會放棄 保鏢才睜開眼睛轉頭去看 迷茵回房前再次警告虎媽 自己終有一天一定會離開這個家的 讓在場的所有人都嚇傻了 沒想到迷茵變得如此強大 而幕後的遊戲管理者,看著英獸和牛哥 說著,姻緣的決戰也接近了 這集就結束了 遊戲管理者的面具果然重做了,而且變得好看得多 之前還拿了侵占版權的盜版面具 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可以點擊資訊卡看我之前的影片 那就讓我們一起期待下集吧 喜歡可以訂閱我的頻道